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是阳光圣南厨房 我是小顺 那我们今天要来做一道超级无敌简单的一道家乡菜 也是从小比较喜欢吃的一道菜 那这道菜的名字叫阳瓜,炒阳瓜 应该算是炖阳瓜吧 对的,它还是有汤汁的 炖阳瓜 不知道大家对阳瓜有没有什么概念 这个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 好的,那这道菜是超级无敌简单 那接下来我要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这个阳瓜怎么做 放什么配料有多么简单 好,那桌上面大家一看就知道到底有多简单了 那这个也是所谓的阳瓜 阳瓜是从小就喜欢吃的 从小我们喜欢吃,吃什么 会抢着吃的就是它的这个鲜 它里面的鲜,就是它的那个籽 就是这一块,就抢着吃这一块的 对,好久没有吃了 就这边基本上也是很少的 就偶尔在菜市场才会看到一次次 有时候看到都是很小的 就不想买 这个是样品,就像阳瓜 对,海洋的阳,就是瓜果的瓜 就是阳瓜 对,应该,应该,应该有人知道 对,好,那配料就只有大蒜 大蒜拍扁之后切小丁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了 就非常简单的 调味料呢,只需要放盐 在部分鸡精和味精都可以 就这么原汁盐味的炒出来 炖出来就特别好吃 因为它是炒出来的时候 它汤就是甜的 就鲜甜的 就你不需要特别放什么 放这调味料就不需要 就非常简单的 OK,那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来做 好的,那我们的这个炖阳瓜已经结束了 已经完成了 那接下来到了开车的时间 因为有点烫 我就不抬起来给大家看了 刚刚也给大家看过是什么样子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吃一下 哇,这个味道是相当的可以 因为它是就是原汁盐味 我感觉比海鲜还要好吃 那种鲜甜 就是完完全全是从它的那个果肉里面 被炖出来的那个鲜甜 完全没有放过糖 我们只放了盐跟少许的鸡精 就没有放其他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的好吃 真的是你会想不停的去吃这个 这个东西也不少 一大个瓜里面只有一小小的一小块 所以小时候兄弟姐妹只要做这道菜 兄弟姐妹就抢了吃这个瓜子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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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太太赞了 我们再来一个瓜肉 哇,这个真的是 它 它会让你 它不是一个开胃菜 但是它会让你一直想吃饭 就拿这东西来泡饭吃或下饭吃 就是非常棒的一道菜 一道家乡菜 羊瓜 大家要记住海洋的羊 瓜果的瓜 嗯 哇,这个鲜甜 太棒了简直 完全有小时候的味道 嗯 真的可以 喜欢吃羊瓜 炖羊瓜的小伙伴们 或者是还没有吃过这道菜的小伙伴们 可以去试一下 真心不错 记住 不需要太多的调料 只需要盐和味精和鸡精都可以 只需要这两种就可以了 其他的不需要放 这真的是原汁原味 超级无敌好吃 真的 尤其是对小孩子来说 这道菜是完美的 你让他泡饭吃 我两三碗米饭都不在话下 这个真的是 对 好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作品的话 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我会坚持每天分享一道美食给大家 那如果你还想看我更多的作品的话 关注订阅后 请记得开启小铃铛 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每一期的分享视频了 好 那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看到之后 我会及时回复大家 好 那最后再感谢大家的观看 以支持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